65周年的228我们除了记取历史教训也带您关注 在目前台海局势下的美中台三边关系 40年前的2月28号 美国前总统尼克森访问大陆和中方签署了上海公报 试图牵制当时的共产苏联 迫使中华民国宣布与美国断交 时隔40年美国战略布局重返亚太 如何牵动两岸 日前中研院欧美所举办座谈 讨论美中台三边关系可能面临的挑战 美中签署上海公报40年之际 习近平结束访美 中研院欧美所举办座谈 平息美中台三边关系 这样一个三角关系的话 对我们是有利的 也就是我们可以 尊重我们自己本身的利益 来横着我们跟大陆发展关系 速度怎么样 内容怎么样 2012年台湾大选已落幕 随着中共十八大召开和美国大选 中研院欧美所赴研究员 黄伟峰认为 美中结构性问题将再度浮现 你可以预期就是说 未来从现在开始到11月 今年年底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中国跟美国之间呢 会有一些言辞上面的这种交锋 这个保守的看法就是说 也许是斗而不破的局面 这个胡锦涛对于 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处理 整个中国大陆所面临的这种 包括新疆 包括这个青海这些的天然跟 人为的事件的时候 并不是有那么大的这个信心 学者林正义指出 美中之间虽然有经济合作 但基本上仍处于禁逐关系 两岸关系的转变将使美方 重新评估台湾 以台制台的这种北京的政策 会越来越明显 这个部分让台湾 你要左右红颜 理想 理想是这样子 但是在操作的时候 捉襟见走 会非常非常的困难 除了美中关系 近期的美牛议题 也考验美方对马政府的 执政能力信心 学者表示 要使美方更重视台湾 除了技术性议题 促使对岸民主化的力量 也需更加强 新常人野台电视 陈辉谋 张明竹 台湾特别报道